根据推特上广为流传的影片中 有画面显示 在洛杉矶圣莫尼卡 共有3至4名中国年轻人被捕 另外还有视频显示 在首都华盛顿DC 有示威者在与警察的混战中 以标准普通话大声叫喊 种种现象让许多来美多年的 华人民众质疑 以最不愿闹事著称的华裔 为何会参与此次暴力活动 引发诸多猜疑 名誉人士陈为民认为 美国发生暴动事件以来 中共一直蠢蠢欲动 司机趁火打劫 捣乱民主自由的美国 以逃脱国际社会对其的谴责 有人指出 中共借由海外领馆和使馆 操控留学生 以达到破坏西方自由世界秩序的情形 此前已经有过多次 美国当局应该进行彻底调查 以前有发生过这个达赖喇嘛 访问的时候 他就会有领馆 就是指使一些所谓的华侨 同乡会或者是学生 就是最后支持他们来抗议 或者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示威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么至于这次的话呢 会不会他们也会组织 华人的一些团体 或者是人员叹语 甚至于煽风点火的话呢 我相信美国相关的部门 他们会了解情况的 我相信如果有的话呢 很快会增加大白的 不仅如此 日前 一则网友曝光微信的聊天记录中 有人指责参与者在暴乱时 违反了要躲在后面 低调点干完就跑的原则 并质问是谁在现场喊中文 目前联邦调查局 已经呼吁民众提供在暴动中 挑起事端 制造混乱者的录像和照片 并表示将会追溯始作俑者的责任 新唐人记者王自义 郭约希洛杉矶采访报道